江西發生恐怖的投毒事件 有3個60多歲的養鴨人 在村內合養接近6,000隻鴨 原本鴨的狀況良好 但在11月29日 他們就發現有人投毒 在一夜之間接近5,000隻鴨被毒死 現場畫面相當震撼 他們的損失超過15萬人民幣 在將近一年的收入 現在連生落的資料錢都沒辦法還 雖然他們懷疑在同村內跟他們有過節的人投毒 但在田地內沒有監控鏡頭 現在報了警 都是唯有等警察處理 警方帶走了鴨屍 剩下的資料和水等等拿走調查 現在等化驗的結果 有不少網民都說 兇手太過份了 估計對方是眼紅 所以想破壞人家的養鴨生意